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Joy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套市区的房子 市区呢 由于土地限制的原因 所以它是往狭长形方向发展 所以占地是比较小的 然后一般的话就乘数比较高 那今天看的这个呢 是商房3.5 为人签210平方英尺 这是个townhouse 靠近10号和8号高速公路 这是个封闭式小区 前面是大门路口 这边是车库的位置 目前是售楼办公室 这个户型是商房3.5位 总共是2,210平方英尺 商城 税率2.61 物业管理费是2,300一年 这是一个侧卧的位置 目前是选料间 这边是路户门的位置 一楼呢 总共是两个车库 一个房间 那我们去2楼看看 2楼是餐厅厨房客厅洗手间的一个开放室的空间 前后有两个阳台 这边还有一个小厨桌 合理的利用了空间 这是后面的一个阳台 可以依然小区的风景 这个小区总共是53户人家 目前有三套在建的 另外还有7块地 所剩不多 这边Memory区寸土寸金 所以的话这个户型占地是比较小的 适合在市中心上班的 三楼 总共有两个房间 这边是次卧 是一个套间 这个小区由于中间有一个人工湖 所有的房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湖 而建 所以的话墙后没有遮挡 风景都是很好的 是附近的其他社区没法比的 这是主卧 主卧还配有阳台 主卧的卫生浆也超大 这边是一个洗凡的位置 加一个储藏室 怎么样 喜欢这个户型吗 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添加我的微信号 收取优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